近期,有美国媒体建议美方在本土洛基山脉修建核战隧道,让战略洲际核导弹在地下实施机动。 由于俄罗斯萨尔玛特和中国东风41洲际导弹即将服役,美军要防止中俄两国同时打击。 美方认为,中国火箭军已经走在了美军的前面。 同时,俄媒表示,近期有一枚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俄方只在该星导弹发射升空后才发现。 美方认为,核保密依然是中国在核领域的主要计策,但偶尔透露关于东风战略导弹有关的地下设施和高调展示东风31A等导弹发射场景,释放一些主要的核战略信号,即任何一个大城市都被至少10枚核弹同时瞄准。 同时,根据美国之前的军事报告,中国火箭军目前正在升级一些地下长城。 这些地下隧道主要是在大山里洞穴中建成,主要用于藏匿中国东风系列核导弹。 这一地下隧道位于中部西部山区中,其地道的延伸长度超过5000公里。 据称可以保持两辆东风31A导弹发射车,同时并排前进,并且在一些地方会建有核弹头的综合引体。 据美国方面估计,现在分布着20多个导弹基地,中国火箭军掌控着大约250多枚中细弹道导弹。 随着中国东风26中原程弹道导弹的出现,美军越来越搞不清东风导弹携带的是何种弹头,因为发射后不知道核弹头还是常规弹头。 但是,从目前来看,东风26导弹很可能配有战术核弹头。 中国将战略核导弹部队和常规导弹部队混在一起的情况,主要是为了令美军难以在平时区分哪些是核战部队,哪些是常规中原程打击部队。 迷惑美军侦查卫星等。 随着美军侦查卫星越来越精密,这使得美军分辨中国导弹发射近地下隧道口真伪的能力已经有较大提高。 但是,随着周期导弹地下工程越来越扩大化,中国东风31A和未来的东风41导弹发射车隐蔽性提高,基本做到的东风41导弹发射车根本发现不了。 中国核战隧道将整个发射阵地埋入地下的方案令人叹服。 这也令中国拥有了一支神秘的、随时可打的战略核反击力量。 目前,火箭军还在这座地下隧道中设置了数百座发射器,同时在这里设置了数百个甲洞口,令美军侦查卫星没法辨认。 并且可以随时在隧道内机动,而此时的东风31A核导弹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发射器实时发射。 而中国拥有的这些核战隧道,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一般都采用了先挖空整座大山,然后回填高强度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东风31A东风41宙子导弹能在地下完成所有的战备活动。 目前国外军事专家对中国核武器一直猜不透,对我们的核战略、核能力,有时认为很强大,有时认为只有几百枚。 比如,外国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在地下深山隧道里藏了数千枚核武器,甚至达到五六千枚。 而从现在的中国核战略来看,中国核战略通常的估计都是在500枚这个量级,并且长期保持着有限稳定增长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